大家好 我是陳紫遷律師 今天小弟想和大家再繼續講一下 香港人的戀籍程義傑 這個程義傑呢 小弟發覺是比小弟想像中嚴重非常之多 話說昨天就是9月12號 就是中秋節的補價 所以大家都是放假的 因為昨天天氣很熱 但是竟然有很多人去香港位於金鐘的英國領事館 去調宴英女王 我小弟想問長龍差不多到500米 至少一小時到香港公園裡的茶具博物館 很多人都拿了紀念品 英女王的照片 也有鮮花 這個情況 OK 也有記者訪問一些人 他就說 OK 少弟先說 英女王之前都說過了 少弟也是一個可以受人尊敬的領袖 也是英國的軍主 也是公務食權 做了70年 也為英國貢獻良多 那就是少弟都對他的過世是表示尊重和縣識的 是的 這樣意思 但是問題呢 不是說 你去拜祭 是OK 但是有些人呢 是會怎樣呢 看到少弟很多照片 看到人是跪在那裏 只要跪在那裡拜祭他 或者怎樣行禮 第一 第二 有些訪問說 他好像 他媽媽一樣 就是不知是老婆 他當他媽媽婆婆一樣 又說他怎樣怎樣 對香港人怎樣好 OK 第一個問題 很有趣 這就是想說一個很諷刺的事情 之前那星期有報道說中國是以孝道為先 其實對父母好一點,應該是行季拜的父母 其實韓國也有這樣的禮儀 當然這些禮儀都是中國全國去的 孝字永遠都是最大的 中國的傳統也是很有趣 黃絲說父母是貴的 貴父母是孝孝,不適合的 很有趣,是貴英女皇 他過世了,但他貴他 又覺得他不需要 又說他有什麼婆婆,媽媽,好像親人一樣 你認識他黃絲綺綺綺穩真 你都完全沒有了解過 為什麼這樣想呢? 這些是否自己投資出來的幻象呢? 可以看到香港人的戀直情意結 那種勞性是多麼厲害 很簡單,香港可能是靜民道教育 以前一向都是想著,白人 外國人是高人一等的 即是高自己一等的 前麥化可能是因為之前一百年 靜民統治 令到香港人覺得,哇,在白人高在上 英女皇就真是女皇 意思是真的要跪拜 這樣也不定 那這些完全是勞性的表現 說真的,現在中國 我們祖國的國女都越來越強盛 那你怎會還跪拜一個 殖民地管治下的時候 的女皇呢? 他說香港人做了什麼呢? 他是否真心說香港人做的呢? 其實他拿香港回來 是用來做自由港 是用來賺錢做生意的 他是否真的為香港人做那麼多事情 大家要想一下 大家如果有好的分析能力 都會知道不是 英國人當然有自己的目的 包括現在的BNO 五加一都是想著 香港人去拿他們的錢 拿他們的資源 拿他們的店家勞工 你去做就做那些家族廠 做那些麵包廠 也有很多說過 就是開Uber Uber都不能開 都說過了,沒有車牌 但是我發覺香港人的勞性很重要 我發覺香港人呢 如果香港人不做這個勞性 我想其實是 很有問題 亦都見到 我們回歸了25年 那個國民教育 真的做得不夠 其實那時候 梁振英前特首 說要做國民教育 是很對的 當然啦 被黃之鋒那些黑暴之流 是不是? 就炒我了 其實這些都是外國勢力的 我覺得就是 肯定是有外面的外部力量 或者是強量力量 來炒我這件事 其實如果我們的國民教育 真的是小黎覺得 是很需要加強 現在要加大力度 例如說 現在做得很對的 譬如說 升國旗 真的要升國旗的 應該要這樣做 多一點應該做 當然 小黎說過很多次 都是代表國家的尊嚴的 見到國旗應該是肅然起勁 見到我們中國的國旗 每一位人士應該都要 懂得唱我們中國的國歌 義勇軍進行曲 是的 真的很重要 不會說懷念英國啊 那些時候啊 那些情況 有很多年輕人 出生都未出生 又說要念英女王 在路雲街 做了什麼 其實那些真的 是戀直 完全是一個勞性問題 可以這樣說 這個真的是 絕對我們覺得是需要改變 如果不是香港 只會越來越沉下去 我覺得是時候 我們應該一起努力 令香港人呢 重新認識自己是一個中國人 一個香港人 作為中國人為榮 這樣才行 是的 那大家有什麼看法呢 對這件事 對了 對香港人的 戀直的勞性 有什麼看法呢 歡迎大家留言在下面 可以comment 小禮會一回應 另外呢 就是希望大家 給個like 點個讚 這條影片 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可以認清這個事實 看到其實 香港人的勞性是多重 戀直是多重 就可以改變這件事 希望大家可以 一傳十十傳百 最後呢 希望大家可以subscribe 訂閱小弟這個channel 是的 小弟呢 是會每日一片的 同聲音一至五 多謝你